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品牌 Votermax Ready One的Korin,就海运的这个系列的一根钢笔 你们问我为什么不买琥珀色或者是说白灵格或者银面条 贵嘛,这个最便宜嘛,就这么简单 首先我这根最常规的一个黑杆金甲的一根钢笔 然后首尖的话是这样子,笔尖的话就是海豚尖 跟之前无印的和百利金的大明尖不太一样 海豚尖的它其实这个地方嘛,对吧 它是那个沾上去,它不是说另外像大明尖那种 就是拔完然后再插上去那样子 笔杆的话就是本身也是用欧标的 然后有点那个抛线 直接,然后这个笔盖直接插吧就可以了 相对来讲很简单 换墨水或者什么的,一样吸墨器还是这样子 就这个是魏迪文的一个吸墨器嘛 Waterman嘛,这里有一个橡胶圈 然后是那个增加摩擦力用的,当年流井的时候 然后这个笔尖的话它只能这个,这个叫笔尖总成嘛 就是说整个键,一换的话就这个整个键换了 笔尖的话这个是,还是拿一下灯 笔尖的话是这样子,就这个灯的话是这样 就是说它的是一个,你看到上面,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我试一下给你们 对可以,看到上面这里就是说 你看的是凹下去的一个Waterman的W 然后左边这里是18k,对吧 然后另外一边是那个 呃什么,另外一边是那个数字 我也看不太清,没戴眼镜 呃这个是新版的一个笔尖 旧版的话,那个就是这个地方嘛,对吧 这里,它那个六角形是硬上去的 它不会像这样,现在这个是压上去的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 呃本身笔尖的话是那个金属笔杆 呃,但这块的话也应该,这块应该就不是金属笔杆了 这块,这块应该是那种树枝这种 这种应该是树枝的正常来讲的话 应该不会用金属,呃我应该是铝胎金了 金属笔杆其实本身是比较少的 你敲上去得要有那个金属声音吗 这个没有 但它的重量感非常好,就是说很厚实 所以一只就是说,如果你说你要爬格子链字的,对吧 呃,我不见用它 但是签名的我就用它是可以的 就是它手感是比较好的 那写上来就给大家写一写 写的话是这样子 嗯,差不多我这跟F间的话 其实跟M间差别不是很大 基本上你买Apple买M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都跟百利金一样很水强 那我写的话就是,嗯 呃,随便写几个字吧 就这个,Korea,对吧 哦,啊,OK 海韵,对吧 好像这么写 呃,再下来的话 你看这个字也是挺粗的 我拿一拿别的笔,然后给你们对比一下 对吧,对吧 对吧 OK,回来了 啊,大家好,我回来了 呃,这样 我拿一个无印的,然后给你们试一下 就是说,一样吧 写Watman 嗯,感觉字好丑 我还是重新写吧 我再拿一张字 啊,不是,不用 改变就好了 啊,就随便写一个,我就写两个字吧 呃,写个设计两个字吧 对吧,然后,Pen你们写一下白金吧 然后我换一下那个海韵的笔给你们写一遍 然后你们看一下出戏 那如果我写快一点,那就可能就这样咯 哦,这样子 那给你们,放大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出戏 嗯,差别不会很大 对,是的 所以说,其实有,有些人说,呃,除非你真的是日,呃,日标的笔 呃,除非是真的是那种日标的笔 因为我本身是用欧系笔的 呃,如果你是那个,嗯,日标的 或者欧标的,那可能或者是说比较特别的长刀弦 对吧,写热的长刀弦 或者是说,嗯,别的那些,比如OEF的 就特别来写音乐的写话题字那些笔尖 不能正常,其实如果你就那么一两根的话 其实差别不会那么大 当然出水来讲,欧系笔是比较强的 因为无印这根也是那一个,呃,也属于欧系笔笔尖嘛 所以说都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那如果平常圆珠笔写的话,嗯,要不我再给你拿一根圆珠笔写一下吧 嗯,圆珠笔的话,我是用这一根的 这个,呃,也是Karin的银色直五线 也是一样吧,写这几个字 呃,我这个,呃,原子笔的话,呃,是0.5的 OK,看到,这就正常0.5的原子笔,这就是干笔 呃,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小差别,那,那你们有一个概念 所以说有时候干笔的时候,你追求再细,再细也没有原子笔或中性笔这么细 那,基本上海韵的话就是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是这根的话 就真的是黄铜了,如果是我现在这根的植物线 你们能看到,真的是金属的 诶,看一下能不能看清,白色 嗯,能看到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基本上是铜了,材料的话,就不会是别的了 呃,再下来的话是这样,就这个就 平常就这样子上上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说我有点强迫症,对吧 然后很容易有指纹这种亮面的,能看得到 特别我这种手汗比较多了 因为我拍这个视频也是比较紧张的 就,大概就是说,如果看你们,我个人来讲 你用亮面的,就只好用黑色这种 这种也是,就是亮面嘛,不是那种磨砂面的 但是,它那个指纹不会那么明显,像这种就会很明显了 那所以就今天的这个,Waterman Carbin的评论视频就到这里了 呃,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